小吴把情况反映给了杭州武林市场监管所 执法人员陪同小吴一起来到了世纪家园杭州家里中心店 因为现在消费者到我们这边投诉 那么我们就是需要对他接受整个服务的境况 我们要进行一个核实的调查 所以我们今天到你公司来 那么希望你们公司的配合我们提供一些相关的材料 帮助我们来核实这个事情 是这样子关于您的这个要求 那么我们会跟公司直接沟通 后续相关的材料该怎么进一步跟您去对接 我们进一步会跟您联系 曾店长表示提供女方的会员资料 还需要总部授权批准 这本北大毕业证书你见过吗 我不能接受任何采访 我没有办法回答您的任何问题 毕业证书你们门店见过吗 这个我没有办法接受采访呀 咱们连这个离不离的事情都审核不出来吗 也就是说现在您对于这件我们的审核机制 还是有疑问的 那我跟公司反馈 这个事情让公司进一步跟您联系好吗 记者此前已经把渔航区教育局 核实到的女方的学历情况 告知给世界家园公关部的王经理 王经理的意思是要等门店的调查反馈 但眼前这位曾店长却表示 一切都要总部授权 他什么都回答不了 这难道不是自相矛盾吗 您现在还相信地方是北大毕业的吗 这个我不发表个人的任何言论 那咱们当时材料是怎么审核的呢 这个是我们公司内部的流程 这个我也没有办法跟您做进一步的一个沟通 那么对我来说 对我来说现在这个事情 就是您的事情 我刚刚态度也非常明确了 那么关于执法机构的要求 我们也会进一步根据要求走 那么您这一边如果您认为OK 执法要你提供资料呢 根据要求走 已经说了正在准备 那好那我们就到这等 你要准备多长时间 你要准备天黑吗 还要准备到天亮 来小吴先生是这样子 这个事情要解决 不是说今天在这里 您跟我修了以后 我也不想听你那种诡辩 现在执法部门要你怎么样 你是不是应该配合 是不是应该配合 请回答 来小吴 是不是应该配合 小吴 现在这个事情没有人不配合 也没有人不处理 请你给个答复 什么时候准备完 准备一分子要学这么长时间吗 现在正在 什么时候 现在正在准备 正在处理 那么对于您来说 你们给会员介绍准备知道 怎么就那么快呢 现场 曾店长表示 可以先把小吴缴纳的会费 10800块钱全部退还 小吴没有答应 他要求世纪家园 依法赔偿 今天那么经过一个现场的情况 情况调查 那么根据他接下来提供的材料 包括刚才小吴进行的一些口述 那么目前来讲 他可能涉及到一个其他消费者 以及对消费者进行一个虚假宣传 进行误导 那么接下来我们也会针对这一方面 进行深一步的调查 小吴认为世纪家园和相亲对象小猪 还涉嫌诈骗 现场又拨打了110 杭州武林派出所民警赶到之后 把小吴和世纪家园的曾店长等相关人员 带回了所里进行调查 我一定要跟他们力争到底 我相信乌云总遮不住太阳 正义它或许会迟到 但正义绝对不会缺失的 188黄金眼记者报道 关注188黄金眼 看百态人间事